請我看一看 那個...有了...這個...這個... 沒有了...有了... 我簡單說 這要自己說...管理的部門來講 他會說...會先就是...民主要請問 所以管理的這個部門就是... 聽到政府的角度來做這件事 在這裡... 告進憲主席... 我告訴大家... 今天的國家... 這個部門的方向就是... 連標準... 抽菸的方向 每一種東西... 有的...我記得有的... 可以考慮到整個火星... 然後有城鄉差距... 大概很困難說... 比如說... 我們在這裡... 這個大概我們來晚期內... 我們也做不到... 這個可以去跟... 所以我就鼓勵... 我們能夠增加更多的這種像... 我們在晚上啊... 或者是在... 這個市場... 賣場... 銷售的這個部分... 這個相關的... 這個標準... 這個標準... 是... 那... 吳議員講的就是... 在我們後台... 在關於關... 這個部分... 確實是... 可以... 這樣來做的... 等於標準... 這個標準... 這個標準... 來出... 基本上是負面的... 你有同意嗎? 那個... 來出... 開放來出... 基本上... 對我們人體... 是負面的... 所以... 這樣做一個事情... 方法... 農藥... 或者是藥物... 藥物的強領... 或是... 要... 用風險來看... 所以... 在風險時... 來看... 是可以接受的一個方法... 然後... 是... 所以... 就是說... 現在... 要... 為了防範這個風險... 使在我們風險... 可接受... 可忍受... 所以... 付出這麼多的人力... 跟... 經費... 比是... 必要的... 惡人... 那... 我想... 這個... 政府... 一定要讓這種安心嘛... 所以... 一開始... 在現階段... 社會... 所以... 所以... 根據風險的狀況... 未來... 所以... 基本上... 人民中央... 這次開放... 我們基礎理由... 基於... 美國的外交啦... 基於... 兩岸風險啦... 基於... 國際貿易啦... 你也... 同意你這次開放嗎? 我有... 提到... 因為... 這個政策是... 必須... 我們... 我們... 出口... 到... 我們... 整個市民的... 管理的量... 是... 所以... 這次... 我覺得... 所以... 市場效益分析下... 不管是... 國家安全... 國家經濟... 或... 國民的健康... 成本效益分析下... 你感覺到... 你... 在... 我們現在的... 現行的... 我們... 開放... 現在的開放... 不只是... 為了... 我們開放... 我們如果開放... 像... 美洲現在占了... 百分之一不到... 百分之十幾... 一開... 加拿大做... 摩西哥... 美洲再一趴... 萊州和萊州... 不知道多少... 不到... 0.27還是多少... 但是... 我們... 這個... 美國的... 萊州... 可以開放... 必須要對其他... 國家... 都開放... 這個... 外面上... 5... 對... 並且外面上... 0.5到1% 我對全世界的... 有... 開放... 有... 萊州和萊州... 都可以開放... 是不是... 這個有沒有疑慮... 你知道這個是... 暴力... 暴力... 有時候...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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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就不是... 所有萊州和萊州... 不然是... 你... 要開放... 我們... 要開放... 跟這個國家... 要不要開放... 這個... 對不對... 所以... 像... 如果... 我們現在... 對美國如果開放...